哈利亞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感謝主我們 臨口教會跟我們心靈祈禱所 我們在這個星期 都把它界定在先到週 目的就是为我们在3月16号开始 要举行的春季上半年度领温步道会 有一个前置作业 你说是一种预备 是一种进入状况 是一种热身都可以 但是重点是我们基本的得救 这个道理我们说基本的教育 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连基本的我们都不熟悉 那更不要讲其他更进一步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再一次的 回来探讨再一次的思考得救的基本道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 我们也大概都是讲这方面的道理 今天传道也一样 要从基本的道理上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复活论 刚好我们在上礼拜之前 我们从使徒行传 讲到保罗 他在为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 无意中 为什么说无意中 因为他真的没有那个意思 要跟人家起冲突 就如同他在罗马说所讲的 他真的巴不得能够跟众人和睦 因为他知道传福音没有一个好的一种和平的气氛 如果不是用一个和平的使者 传福音会难上加难 所以他巴不得 他每一次传福音的场景 那个氛围都是很利于传福音 所以他说可行的话 要跟众人和睦 追求和睦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天底下的事情 实在由不得你 所以他在耶路撒冷就遇到了 被迫害的事情 为了这个事情 他也很灵巧地来善用 他在他的恩师 当时立法权威加马列门下 学习到的一些知识 法律知识 得以让他在诉讼 在罗马法庭 他能够官官难过 当然最主要是靠绝书的能力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我们再仔细地去看 保罗看起来是在罗马法庭 为自己辩护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保罗根本在整个想法上面 他就是无时无刻 不把握为主耶稣传福音的机会 所以不管在公会 不管到菲斯多大人 菲利斯大人 一直到雅七帕王 讲一讲 他又在传福音 甚至雅七帕王都感到恐惧 都说你再讲 我真的要跟你信 可见保罗真的是 虽然好像 外表上来看 他好像在为自己辩护 但是自在哪里 自在传福音 自在传福音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 讲到保罗的诉讼的时候 特别有讲到保罗 他善用了 主耶稣提醒门徒的一句话 就是 灵巧如舌 寻良如歌 这个在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23章 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 使徒行传的23章 使徒行传的23章 23章的6到9节 使徒行传23章6到9节 在新约圣经199页 23章6节起念 保罗看出大众 一半是傻度该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 就在宝贵上导致说 弟兄们 我就是法利赛人 也就是法利赛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神伦 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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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的 所说法 法利赛人 还不开人 就做真正的 对我们分为两半 因为他说 不开人说 没有不过 也没有厌制 他没有不过 法利赛人 却说 也要不过 也就是法利赛人 却说 也要不过 尤其是法利赛人 就是法利赛人 就是法利赛人 这也要不过 我们还不出 这人有想法 他没有不过 或是非 对他说过话 所以我们说 保罗在公会前面 要被受迫害 要被他们用公会的立法 来审判的时候 保罗很灵巧地 善用主书提醒的 灵巧如舍 他当下 马上就看出 这个会众 这么刚好 聚集在这里的 一半是撒毒该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 那他就集中生智 很快的 一方面 他其实 还是在传福音 他在传福音当中 就很巧妙地 造成当时会众当中的 撒毒该人 跟法利赛人 之间因为 对互活论 我们今天要讲的 互活论 他之间的矛盾点 因为有矛盾 就会起冲突 所以这个冲突之下 大家注意的焦点 已经不是在保罗身上了 是变成撒毒该人 跟法利赛人在那边争辩了 因为这样的宣扰 就引起当时 治安的长官 前夫长 就必须 一定要把他 做适当的保护 因为保罗 他已经明白表示 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我们说 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真的是很灵巧 当时曾经 我讲完这个之后 有弟兄就来 在私下就找我 我传到 保罗这个 算不算挑剥离间 我说没有那么严重 挑剥离间讲那么难听 我们一般 挑剥离间是什么 我就要陷害你们 我们说的挑剥离间 一般出发点 就是不好 目的是要破坏 甚至为了调剥离间 有时候 捏造调言 无中生有 让两边打得 你是我活 然后从中得利 或者是我们说 多有 这个是很邪恶的 但是在这里 其实保罗 甚至他可能 也不一定说要做什么 他真的只是要传福音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 保罗 当然不是挑剥离间 因为保罗在讲实话 保罗他在讲实话 他没有在骗人 更何况 保罗是在传福音 我是照主义书所讲的 照讲啊 你们不赞同 你们之间有立场不同 你们争论 那是你们自己的立场 你们也可以不争论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 你们就不会争论 但是就是当中有一种人 撒度该人 他就是不相信 你不相信 当然就会起争论 意见相左 那为什么保罗看得出 撒度该人 跟法利塞人 不同的地方 其实在主耶稣的时代 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 就已经有记载 关于撒度该人的一个 对互活论的看法 我们请看 这个背景部分 我们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22章 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保罗那时候看得出来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2章 关于撒度该人的部分 我们来看 22章的23节 22章的23节 23节 我们来读到 这个27 28节 好 23节请念 来读到 莫苟同仆人皆是神 只要一堂復活的时候 他才是其他人之中 还来得知信心 因为他能够去过 好 阿们 早在学书还没有被定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保罗还没有被拣选 甚至还在其他地方过他自己的生活 在这里就曾经有一次撒独该人 他们逮到机会来跟主耶稣辩驳护活的事情 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 一直传护活 护活 护活 所以整个护活的概念是福音的中心 所以当时主耶稣他一定无时无刻 一定要讲护活的道理 但是撒独该人说 哪有这回事 不信 我问你 好 你说有护活 那按照摩西利法 当时他们还是守摩西利法 如果人死了没有孩子 那他的兄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 为哥哥生子立后 这个是在摩西利法有 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翻了 他们更进一步地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他说我今天跟你讲真的 举实际的例子 我跟你讲真的 我们不给你乱内造 我们这里以前 你看这样事情的 我们村庄里面有这样 类似这样的话 这有弟兄七个人 第一个起之后死了没有孩子 那这个又留下妻子 那第二个兄弟又起他 到七个 这个例子也真的是太奇怪了 如果照一般不信主的人来讲 这个太太 这个妻子 真的是我们一般外邦所说的标准的什么 克夫命 那个长相有一个地方已经不对 克夫命 哪里有一个什么字什么字的 这个下面的很会讲这一套 好 就这七个 因为这样都起过他了 好 你说复佛 好 复佛了 这七个也要怎么排 因为他们都起过他 那这个哪一个是他的先生 就为了这个事情跟绝书辩驳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讲 所以可见 早在绝书的时候 撒独该人 他们就一直不相信有护火的事情 那另外呢 在耶和福音的十二章 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太人的信仰 对护火的看法 我们看耶和福音的十二章 耶和福音的十二章 十二章的九节 耶和福音十二章的九节 到九节我们来一起读 耶和福音十二章九节 请念 有许多犹太人 好 阿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 有许多人知道 主耶稣在那里 他们就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来呢 他们不单是为主耶稣的缘故 因为前面说 他们知道主耶稣在那里 他们就来了 但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是 要看那从里 被主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 被主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 他们为什么特别要看 被主耶稣复活的拉撒路 我们知道这个部分 我也不翻 这个我们应该都看过 所以他们一听到说 有一个人叫拉撒路 从十里 在坟墓里面三天四天了 已经超过我们一般的 说这个有的可能 两个不能呼吸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 又火过来 这个类似好像某一部分 身体竟然的一种暂时的修课 这个不是 它是三天四天了 这算很久了 甚至一般在我们乡下 有几夏天 大概以前没有冰库 没有那个冰箱 装那个尸体的那个冰箱 大热天 大概三天就臭了 所以还有三天四天 还能够叫他护活 那真的是从此一次护活 因为犹太人信这个 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 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时候 他们很想借这个实力 来印证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们就去找绝书 那绝书呢 在十七节这里 我们来读 十七节请念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 好 阿们 所以好在当时呢 有在场的绝书 呼唤拉撒路 叫他从十里护活 走出坟墓的时候 当时有好多人 在帮忙做亲眼见证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当然就眼见为凭 向犹太人来做见证 所以当时我们看 犹太人听得也是心服口服 这还差不多 这个我可以接受 其他他就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他可以接受 大撒路护活 人会护活 他可以接受 因为犹太人就是有这个观念 但是撒多该人就没有 所以我们从上一次的保罗的诉讼当中 我们看到保罗曾经用护活论 来做一个灵巧的一方面传福音 为主耶稣的护活论 做见证 二方面为自己能够逃离 避免受到不公平的审判 让他能够到罗马法庭 接受罗马法对他有利的审判 当然他更希望能够在外邦人面前 来为主耶稣 不管是在哪里 甚至在法庭 他都能够很勇敢地为主耶稣见证 不管他是平民百姓 还是王公为主 在他那里都是一样 也的确保罗在每一次 他都是做见证 所以一举两得 一方面为自己做辩护 二方面又为主耶稣做见证 所以这样来看 护活真的是一个福音中 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那为什么保罗 他为什么这么相信护活的事情 除了他自己本身就是犹太人 我们刚才讲犹太人是相信的 他自己本身 他的信仰 他的背景 他的民族 就已经给他这个观念 那再加上 神又给他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体验 这个属灵的体验就是什么 护活的体验 也就是保罗他自己真的护活过 所以护活这件事情 本来他在当犹太人的时候 还是法利塞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 但是那时候只是理论 没有办法得到求证 除非你真的死过 但是他真的 主耶稣就给他这个机会 当然有主耶稣的目的 这个在哪里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十四章的十二九节 《使徒行传》十四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十九节起念 当然有些犹太人 وت贡献传》十四章的十四章的十四章吧 宣节 我們在這裏讀過的就是保羅 因為醫治生來且腿的 因為主耶穌給他這種權柄 能夠醫病幹鬼使人復活 當保羅治好生來且腿的當時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成績 所以引起眾人的一種崇拜 所以在十一節這裡 眾人就要向這兩個使徒來獻祭 保羅跟他一起的 還有巴拿巴要向保羅跟巴拿巴來獻祭 因為他們把他當成是希臘眾神裡面的 我們知道希臘他是多神論 這個宗師 什麼愛神 丘比特 戰神 什麼什麼 海神 塞神 布魯斯 忘記了 所以他們擁許有很多神 只要有超能力的 在他們認為這都不是凡人 既然不是凡人 那就是神 既然是神 那就要向他來跪拜 所以他們就要向兩個使徒來獻祭 在十四章的十一節 前面黑色的標題有講 甚至要拿花籤來獻祭 拿花籤還有籤子牛 在十三節有城外丟宿廟的祭司 籤子牛拿著花籤來到門前 要同眾人向使徒獻祭 當然保羅跟班拿巴他們絕對不會 為美麗的勝利的戰果衝昏了頭 絕對不會 他們一開始到結束都很清楚知道 這能力都是向神借的 借的就是什麼 借的從一天還是要緩 借的一定要緩 借你的一定要收回 時間到就收回 所以保羅他們很清楚 所以他們也不會因為意識的 這種輝煌的成果 然後眾人的擁戴讚美 就沖昏了頭 其實在這裡我們真的要學習 跟保羅跟班拿巴學習 有時候有神同在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真的是會壓不住 我們心中的那種雀躍 雀躍還好 雀躍零點一秒之間 就轉變成自己都不知道 變成一種驕傲 甚至是靈性上的驕傲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 人要控制這個 這個驕傲真的很難 非常非常難 我們說那個狐狸的尾巴 這怎麼塞 有時候還是會翹起來 因為他就是狐狸 對不對 他就是有尾巴 再怎麼樣壓不住 用衣服蓋住也不行 所以還是 所以保羅跟班拿巴呢 他們就很積極很立刻的 就跳開十四景 巴拿巴 保羅二使徒聽見 就撕開衣服 跳進中間 喊著說出軍 為什麼做這事 我們也是人 心情和你們一樣 我們傳福音給你們 是叫你們離去 這些希望歸向那 創造天地海和其中 萬物的永生神 你看又回到我們 星期三所講的天地有神 所以保羅 他說我今天為什麼 跟你們傳這個 就是叫你們不要再拜偶像 結果我才跟你們講說 不要再拜偶像 當拜獨一真神 你們現在又拜我 哇 他覺得有點傷心 剛剛講過又忘了 所以他一定要馬上立派眾議 一定要立刻清楚表明 身份跟立場 但是呢 有時候就是這樣 那個計畫什麼 給你臉 不要臉 那個意思我突然忘記了 就是 給你 給你榮耀你不要 好 對啦 我們不喝酒 但是這是借用一下外面的形容詞 敬酒不喝喝法酒 我們不喝酒 但是呢 有這計畫 好 今天我敬你 你不喝 好 喝法酒 那就有你的受 所以啊 他們就 開始 讓保羅受到逼迫 所以在十九節這裡 眾人就 剛才所讀的 到二十三節 猶太眾人 就說使眾人 用石頭打保羅 那這個保羅啊 被這個 像是下雨一樣 打在身上的石頭 有大有小 當然 他在肉體上 他也是受不了 他也是受不了 所以十九節這裡 剛才所讀的 保羅 就被眾人 打 就 倒在地上 那 從外觀這樣判斷啊 眾人 以為保羅死了 眾人 為什麼認為保羅已經死了 眾人 不是一兩個人 除了帶頭的 還有一些當中幹部的 還有一些其他人 他們一個一個去那邊 驗證 去那邊確認 沒有夫婿 沒有脈搏 用腳踢 踢過去也不會翻過來 如果踢過去翻過來 那個還活著 踢過去不會翻過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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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該活該 睡覺 他敬酒不吃罰酒 所以照眾人 如果眾人 他們的判斷 好幾個人去判斷 從生命跡象這樣來看 都沒有的話 那真的可能就是死了 但是沒有想到啊 他被拖到城外的時候 那大概多久 聖經沒有清楚地寫 應該有一段時間 那後來其他門徒知道了 保羅被拖到城外 他們當然會關心啊 所以二十節 門徒正圍著他 沒有想到呢 他就起來了 起來之後 就自己走進城裡 第二天 又繼續跟巴拿巴 往特闢這個地方 往那城裡傳福音 但是 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保羅講話 跟前面就有點不一樣了 好像經歷了一些 怎麼樣很奇妙的事情 他們不知道 可是保羅講話 就不一樣了 他告訴那些 路斯德一個念 那些信徒說 你們要堅固你們的心 你們要堅固你們的信仰 橫手手信的道 我跟你們講 有一件事情 真的是這樣 我不騙你 就是呢 我們今天要進入神的國 一定要進入許多的艱難 如果我當下 我是其中的一個門徒 按照我的個性 我一定會拉住保羅 保羅 你怎麼講話跟前面不一樣 你這幾天 你那時候 人家都以為你死的時候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講話跟前面不一樣了 怪怪的 你到底怎麼樣 你遭遇什麼事情 你看到什麼 如果按照 哥林多後書 那邊有記載的 如果保羅方便的話 他可能會跟我講 我告訴你 你不要跟人家講 我告訴你 其實在哥林多後書有記載 當時保羅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這一段 人家以為他死的時候 保羅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們看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在眾人以為他是死的時候 他發生什麼事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一節到第四節 到第四節 十二章第一節起念 我自誇固然無意 但我是不得已的 你不見了 何必要收到 主持人心間 才起司 我認得 一個最經歷的 他這幾十四年 會被他到第三次的目標上去 活在身內 活在神壞 活在神壞 我會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認得這人 活在身內 活在神壞 活在神壞 活到我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的領域 你確定的領域 好 我们在这里保罗用一个 好像要讲又不讲 有一点好像讲话没有很干脆 当然他看起来讲话没有很直接 没有很干脆 也跟他后面所讲的 神在他身上的那根刺有关系 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里 第七节这里讲到 又恐怕因我所得起势盛大就过于至高 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身上 所以撒旦的菜要攻击我免得过于至高 所以这里面保罗有讲到 他身上有一根刺 就是因为有一根这根刺 让他讲话就不敢太放开 他就变成很小心 怕什么 一不小心呢 因为他这样一种很奇妙的属灵的经验 得到的属灵的启示 就变成因为跟其他人没有啊 只有他有 所以这一点他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如果他太正常的来做表达 那没有过的人 没有这种经验的人 或者对保罗有不同意见的人 很容易说 你很厉害哦 只有你有啊 我们没有啊 你算什么 你跟我们不一样啊 你凭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就好像有一点 在摩西时代啊 可拉党 可拉党啊 250几个首领啊 起来一起攻击 摩西跟亚伦 当时他们攻击 摩西亚伦的说法就是什么 大家都一样啊 都是立位人啊 凭什么你们两个人 一直霸占讲台 一直霸占 这个领导的地位 轮流啦 大家都立位人啊 大家都是洁净的啦 你没有犯罪 我们也没有啦 赵伦 可拉党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啊 在信仰上 因为人毕竟带着肉体 有时候不小心 也会进入到一种 属灵的骄傲 跟属灵的比较 产生一些 不必要的纠纷跟意外 那所以保罗 因为有主耶稣 这一根刺啊 在他身上 常常提醒他 所以连他在回忆 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 所讲的 人家看起来他死了 其实这时候啊 主耶稣借着他肉体 受到逼迫 肉体 看起来是死了 那个灵魂 主耶稣把保罗的灵魂 提到第三层天 所以在这里 他第一句话 为什么 第一句话 他说我自夸固然受益 你看 他就很怕人家说 他在自夸 所以他明明要讲 他曾经互活到第三天这情 他第一个 他说自夸是没有用的 我也不喜欢自夸 因为自夸是没有用的 但是我不得不讲 所以他说我是不得已的 我如果不把这个讲出来 你们真的不知道 真的有互活这件事情 他就开始讲 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 因为他已经避开自夸固然 所以他就尽量不要讲到他自己 他说反正有一个人 其实是他自己 他说我认得一个人 他在基督里 就是使徒 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气 或在室内 或者不知道 他当中就讲到 他好像比较 因为在灵界的事情 要用肉体的理解器 有时候真的很难理解 但是真的有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肯定了 他说只有神知道 既然是只有神知道 表示什么 那至少是真的 不管你们怎么想 怎么看 说怎么可能 但反正我告诉你们 只有神知道 我不骗你们 这就是什么事 第四节 他被提到乐言里面 我们讲到的乐言 他说在乐言里面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这个隐秘的言语 是不是我们所说的灵言呢 应该很有可能 因为灵言就是天国的语言 第一次听到 这个语言很奇妙 跟世上的语言不一样 是人不可说的 就是用人的语言去 说理解 很难理解 就好像我们星期四 到一个木道朋友那边 讲到灵言的问题 所以他说 他的女儿也在讲说 他女儿从YouTube那边 看我们教会祷告 他说你们教会祷告 好奇怪 好恐怖 怎么身体会动 讲我听不懂 没有办法 你如果用人的角度 人的理解 用人去看 属灵国度的语言 那诚挚不一样 怎么去理解 就好像 两三岁的小朋友 刚会讲话 听大人讲话 你们大人讲话 好难懂 我不能了解你们 但明白我们大人讲话 有时候就讲比较抽象 因为我们大人的思维 各方面都已经成熟 对语言的运用 都已经很成熟 所以小孩子 他才刚学会讲话 他一听我们大人讲话 他真的听不懂 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跟小朋友讲话 我们就是 逼得一定要学 小孩子讲话的语气 那个 叠字 跟小孩子讲话 都是用叠字 要吃糖 你要吃糖糖 你看 没有糖 这小孩子 所以在这里 保罗说 是人不能说的 那我们再看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的第一章 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 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请念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我们看二十三节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所以可见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 一个自己的日有所思 我们说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不是 也不是自己的一种 好像说幻想 他很清楚 他在这一段 看起来是死的当中 但是主耶稣带他到第三成天 带他到乐园 让他看到将来 我们人复活之后 要看到的 要住的一切的情景 甚至我很敢在这边断定的 当他要下来的时候 主耶稣要把他的灵魂 再让他回到 他躺在地上 在被拖到城外的 那个众人以为的尸体 就是保罗的尸体 神要把这个灵魂 要让他再回去的时候 应该有对保罗 很清楚的交代 交代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我们再看一下 使徒行传的十四章 十四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其念 坚固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守守信的道 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所以我敢相信 保罗的灵魂要下来之前 神要把保罗的灵魂 再回到他的身体之前 在天国的门口 在乐园的门口 主耶稣 我是比较有画面的人 我不喜欢说没有画面 我按照我的画面 主耶稣 就可能用手按着保罗的肩膀 保罗 你知道了 将来你护活 要来做的就是这样 好不好 有碎吗 生碎 那怎么样 天国这么好 你还要见恋是什么 见恋是什么 主耶稣 曾经沧海难为谁 天国这么好 乐园这么好 地上那边 怎么能够跟 水锅旁边的小花园来相比 这边好 我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信徒 你们要进入整个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包括你现在下去 你要在22章开始 你要在法庭上被逼迫 你要做准备 但是没有关系 我必站在你旁边 后来你在海上要怎么样 经历苦难 被鞭打怎么样 你自己要有准备 不要说没有跟你讲 所以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所以保罗下来 就附送一遍 也跟门徒讲 我跟你们讲 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为什么他从神那边听到了 所以因为他有这么清楚的 一个死里互活的经验 所以他在刚才我们所看的 腓立比书第三章 他才会讲这句话 他说如果我活着 是为了基督 我死就有益处 因为他已经把世上跟天上 他已经得到一个很完美的连结 他知道怎么样能够 从世上短暂的生命 能够进到乐远天国永远的生命 那个路 就是主耶稣所讲的 我就是道路 他已经找到了 很清楚了 不再是理论 我们这几天所讲的 我们说信仰 你真的不能用哲学去了解 你信仰如果用哲学 你真的会死 你一百年 你也找不到得救的道路 我讲真的 在心灵祈祷所的时候 我有讲吗 单单这个亲子关系 今天孩子跟爸爸的关系 是要读哲学才会知道吗 我只是当时没有问 心灵祈祷所的教务的女儿 坐在她旁边 平常有时候在小教会 或者帮便 我会问小朋友 我说你怎么知道 那是你爸爸 你是有读过哲学之后 你才知道原来你是爸爸 我本来要这样问 其实我们的爸爸 妈妈没有一个是 透过学问来了解的 我们就是知道 他就是爸爸 一看就知道爸爸 妈妈 对 你知道的 对不对 不然为什么想到 你的爸爸妈妈 我们心里都会无限的怀念 甚至心里都会痛 因为那种血浓于水 亲日关系 那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那不是用哲学 不是用学问 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如果也是要透过哲学 无解 我直接讲无解 浪费生命 所以在这里保罗 他知道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的就有益处 因为他得到一个很完美的连结 甚至 他说有时候 他在边坐圣工的时候 他常常就会边坐圣工 有时候遇到一些艰难 一些逼迫 饥寒 或者是痛苦 肉体受煎饶的时候 他就想说 干脆可以的话 今天主耶稣就把我找回去 我在这边真的很累了 这个世界不够好不是 世界虽然也不错 但是跟我去过的乐言 那根本不能比 所以他说 常常他处在哪里 想上去 可是工作又还没完毕 工作未成何能欺负 在美食那边有写 所以他常常就在 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了 可是圣工还有这么多 没有得到福音面 很多没有传的 这样工作未成 上去也是五愧见足面 会常愧见足面 所以他还是努力地去传 但是他知道 他说如果可以 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为什么 他去过 他看过 他听过 所以他说 这是我亲眼所见 亲耳听到 这是好得无比 所以保罗 他自己本身 就是犹太人 已经有这个理念 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理念 那是没有根 就好像我们现在 第二代的信徒一样 很多都没有信仰的体验 所以我们第二代 第三代信徒 虽然受过宗教教育 理论 知道五大教育 知道 但是呢 那个信仰的体验 几乎有的是零 所以是无根的栏花 没有根的栏花 漂浮在空中 很容易干掉 甚至可能也是像浮贫一样 没有根飘在水上 一直在错水过这样流 漂流 过这种漂流的信仰 所以这种只有理论 没有体验的信仰 其实是很危险 因为没有根 但是保罗呢 神为了要坚定他 坚定他 让他能够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能够讲出一个很具体的福音 不是只有理论 所以让他有这个体验 所以他说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这是好得无比的 为什么 他经历过 十里护活 情深体验 那我们上午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午还要继续 因为我这样看 我准备这个奖章 准备奖章又有好处 发现圣经里面 超过五十几处的 圣经章节都在讲复活 真的是 里面站的幅度太重要 太大了 好 我们今天上午先讲到这里 下午我们要继续来谈 复活是什么意义 什么叫做复活 这个就更重要了 那我们先来唱赞美诗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